有件事发生在长江很熟悉的, 我经常经过的地方就是大围地铁站车站, 但报道出来,我竟然没有留意有新闻报道, 这不值得报道, 就是在八千多里外的英国我老友John提出来, 天涯若比伦,为何他们还关心我们这些东西呢? 这次我在英国发现他们对香港发生的东西非常熟悉, 至少有些人, 有些女士在车站面包店里偷面包, 被两个大汉所谓见义勇为制服她报警, 这件事没什么特别, 特别的地方就是拍照片出来, 这两个大男人就是制服了这个女人, 将她扎在下面那里, 要她跪在那里,不能动, 这个很肚饿的弱质纤纤的女士, 就被她们这样的侮辱, 不要说非礼,就是这样了, John就说她在英国, 我亲眼见过有人在超市偷面包, 店员只是不断以万条私利在那里作, 好像要追究这样, 然后就只眼开只眼闭, 让她离开的, 跟着若无其事, 好像没发生过什么, 就开工继续做事, 在一个富裕的社会, John说有人穷到要偷面包去顶土, 这是社会的恥欲, 亦都是当政者失职, 经济毕竟生活逼人, 算了,得谣人处且谣人, 这两位所谓英雄, 竹贼还竹贼, 用什么落那么重手呢? 有一位Benny Lee说, 统一,帮她付钱有多难呢? 有一位Joe说, 所谓建议勇为这些就过了农, 一些同情心,连怜之心都无, 真是很可悲, 有一位TK就说, 是啦, 肚饿到偷吃面包, 是社会的错啦, Leo就说, 英国有很多超级市场门口, 是有食物架给穷人自己拿食物的, 英国超市门口是有保安的, 但保安员不会向偷东西的人使用暴力的, 另外一位在英国的朋友Paul就说, 在伦敦很多大的超市, 都说关怀社会的食物捐赠计划, 在当眼处放置食物捐赠的counter, 由市民捐出食物给一些超市的, 将他们到期的食物放在柜里, 有需要的市民自己去拿, 在一个建立关爱的社会, 市民会捐出食物, 也不会是贪便宜的偷食物的, 只是给那些有需要的市民取用, 基本上不会出现饿亲人无得吃的情况, 这次我去英国周围都见到, 超级市场的确有个柜给人摆食物在那里, 任人拿的, 也不会有人在搗乱贪便宜, 我很同意John和其他几位朋友说, 错不是那位女士, 是社会的错, 就算你去捉他, 算了, 他拿少许来吃, 就算你去捉他, 要不需要那么重手呢, 令到他那么屈辱呢, 尤其是他是女士, 我就觉得很不齿这件事, 也有网友说, 看他这样的工价, 肯定是受过警察训练, 现在我们的警察, 动一点就採这个手段, 自从前几年的社会事件之后, 有小小事就将人这样, 以前都不是的, 要不需要这样呢, 尤其是这么小的事, 他又不是杀人放火, 还有他是弱质累留, 为何会这样呢, 有人就说是否便衣警探, 不是咯, 如果是他会表示身份的, 怎样都好, 如果我在场, 肯定会帮他付钱, 请大家让开, 我会买些面包给他吃, 这件事就是这样, 反映出我们社会, 现在去到一个什么地步, 一来就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都要去推纸皮, 在街上经常被车撞死, 另外一方面就有人饿到要偷面包, 有很多的食肆是免费有饭盒送给有需要的人的, 大家都知道路上有参与这些, 我看到很深说就是越来越多人排队, 而且越来越多人紧张地排队, 真是吃不饱, 真是吃得不够, 他们不是贪心的, 我是近距离接触, 我是做了一份看到, 怎样都好, 我们大家多一些慈悲心, 多一些同理心, 表示同情他们, 我不希望在我自己的社会有这些事发生, 大家同不同意, 如果下一次见到, 跟他给钱好吗?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价值, 传给其他人看, 加入长哥的YouTube频道, 请给多些like, 等可以多些传出去, 多谢你收睇, 拜拜!